南生圍早上再發生火警 一艘橫水道墳圍 各艘橫水道被燒至沉沒 只有少量殘骸露出水面 上落船的橋頭部分倒塌 現場是南生圍橫水道碼頭 警方早上7時多接報 只一艘橫水道起火 消防員接報到場將火救息 沒有人受傷 初步相信起火原因又可疑 南生圍上個月已經發生過最少兩次火警